体内的东西慢慢的把它排掉 排掉以后你自在慢慢的就会恢复 你就有多余的空间去让你的身体自重恢复 但是不要期望很快 因为你有几十年三四十年五六十年的时间累积而来 你至少要用一半或三分之一的时间把它调整回来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好这个就不讲了 这个是代表我们有很多人习惯吃这些东西 那我们的轻位厂精肝团全部都用天然的东西 那绝对是非常安全的 我们只有十四天的计划 就是前面五天在家里做 中间一天两天要到固定的场合来 那我帮你指导一下 那后面的七天要你自己在修复 一个月以后才能再做第二次 我不希望你做太快 做太快你身体还没有恢复的时候 你再来做会比较辛苦一点 好 这个就是我们排出来了 刚刚这个就是作者 这一篇讲稿的作者 他自己排了 他这个人很奇怪 他总共做了二十一次 还有喔 还有喔 你看他做了 他本身是经脉很紧的人 他以前都跪了 他以为是脊椎受伤 他去整齐整了十年还没有好 结果他做轻位肠静肝胆 做三次以后就跪了下去 所以他是第一批的志工 好 这是他自己做的 像这一颗很明显的 就在胆管的前头 皱褶的地方 非常明显 好 这是他做第三次 第五次 第五次 他排出来 像那个十块钱那么大的 你有没有看到 他排出来以后呢 他整个身体完全都改观了 完全都改观了 那这个就是他的 他的实验精神 好 这个是有人排出来 就是胆沙 就是在肝脏里面的东西 这个东西 基本上来讲 去发院的结果都是三酸甘油脂 这是痰瘾 就是他做的 二十次的第一次 这个就是实际上肝癌患者排出来的东西 这个是十三岁小孩子排出来 麦当劳吃很多的 好 这个是皮肤病排出来的人 很脏对不对 好 这个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 也是喜欢瘦瘦的 他很喜欢到那个地方 麦当劳吃那些东西排出来的 绿色的是属于肝胆里面的东西 褐色的是肝脏里面的东西 好 那这个是解脱里面的肝里面的结石 那这个时候西医 医院一点都没有办法 我们用这种比较安全的方式 你慢慢清 不是一下子清干净 慢慢清 把它慢慢清掉 一般来讲 做六次是很正常的 以后每年做三次 好 这个是我们的 那这是肝癌的现象 因为它已经挤到 刚才那些东西已经挤到里面 挤到让你都已经没有空间了 那我们最后就是肝纤维肝癌 好 这个实际上开刀里面的 好 有没有 看到 看到没有 这是割开了以后 有没有 就割下来 这个肝割下来 会再生 但是因为里面是肝癌 再割下来 依然是肝癌 它再生的时候还是 还是肝癌 好 所以你要拿一个肝 那是你自己选择 那 这些不要再讲 看一下就好 好 因为后面的人一直在我 Time up time up 好 所以最后一个 健康是你自己决定的 不要把责任推给医生 这样了解吗 好 如果你有需要 你可以跟我们的金先生 来联络一下 讨论一下 好不好 谢谢